大家好,歡迎收看EACHI的大哥仔 這條影片是Woom Tour 帶你們去看看我平日工作和生活的空間 坐下來慢慢說 好,坐下了 大家可以看到和我之前在房間拍的影片 設定有點不同了 我這條影片就會把我房間每一個角落告訴大家 到底有什麼是不同了 其實大了很多,我覺得自己... 不是,不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覺得房間大了很多 好,首先這間不是一間大房 這間很小的房間,我要站出來才可以讓你們盡量看到整間房間的樣子 那平時當然不會有燈 這次拍片才會放一些燈 懶得太暗了 對大家的眼睛不好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大沙發的 很大張 因為太大張,牙齒頂了一隻,所以就丟了 丟了之後就換了這張小的沙發 現在整個空間感就大了很多 那為什麼要把桌子和沙發調位呢 原因就是因為真的很想把一個窗口出來 給大家看看這間房間的景色是怎樣的 有些膠紙的,遲些才會拔掉 現在不拔掉了 其實這個景色一直以來都真的不差 不頑皮的 所以真的很想把這個景色出來 整個碼頭在這裡 那不是碼頭,不是碼頭 大家都知道我真的很怕昆蟲 多過四隻腳的我都害怕 所以我就特地在這裡做了一個防蚊網 原來很便宜的 現在就可以有空氣流通 又不用怕,說有東西飛進來了 空氣流通了之後就差點不同 人家精神了一點 一點 接下來就到了這個 這個是在IKEA買的二百多元 就是一個衣櫃 其實當然是鐵架和一塊布組 我叫這個做生化隔離房 它很像那些有病毒的隔離 用來隔離開的那些花椰 我稍微想買一個黑色板 有點後悔 這個也辛苦了我學生幫忙保持架 去套上那個套 套上這塊布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其實我開始累了 那些外套就放在這邊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這個 它只是插件 外面加一格格 60多元 還是90多元 我忘記了 第一格我用來放T-Shirt 大家看到嗎? 野口同學 鐵機的T-Shirt Overspice的衣服 下面就是用來放大件的衣衣 接著就是波衣區 短褲或波褲都會放這格 到現在還沒放滿 當然因為我的衣服很少 大家知道我穿來穿都是我的基件 希望接下來會添加多一點 有錢的話 而這個櫃是我最主要想買的傢俬 在這個新的搬位裡面 原因是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喜歡整潔的人 我真的是一個很喜歡整潔的人 我是一個很喜歡整潔的人 為什麼要說三次? 因為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 我說了三次 我良心並沒有任何過意不去 是真的 這裡的鏡子 暫時先放一些垃圾的東西 接著... 哎呀... 不知道它在那邊 平時放在那裡 哎呀... BOOB 這裡 兩頂會給妹妹扔的帽子 接著就是一些落裝的東西 看鬚刀 噹噹噹噹噹噹 這個就是我主要買來 很想用來放器材的櫃 平時的M50就放在這裡 這一部就是腳趾棍用了兩三年來拍片的了 我問我駕駛借錢到現在還沒還到的DV機 腳架、麥克風、鏡頭 然後有些電都會放在這裡 接下來都希望遲些找到多一點錢 就可以換一些更厲害的機器 或者鏡頭 到時可以把畫質再拍好一點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未來的器材櫃 在未有器材的時候 它不能夠叫做器材櫃 接著這個就是雜筆棚器材 因為外面都搞大工程 所以它的功用器材暫時都會放在這裡 我說我喜歡整潔就並不是脆水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脆塵紙巾和濕紙巾 都已經是放在這裡了 這條片要瘋狂的移動燈架 哇! 那就到我身後的這個櫃 這個櫃其實很好用的 但是那個懷處當然是相當搖曳的 上面那一層就是用來放一些裝飾 或者朋友送給我的東西 那這個大家知道什麼來的了 最終是放在這裡的 打拳師傅阿秋送給我的拳套和拳帶 然後妹妹的第一隻碟 接著這隻豬就是上次搞屎棍觀眾聚會裡面 Kyle就送了一隻豬給我 我開始明白了是不是? 下面這裡就是放一些出門會馬上拿到的物品 或者是一些常用的工具 上次CGA開幕的時候送給我們的寶和筆 這個很漂亮 人包的鎖匙 那這邊就是女朋友區域 重點 之前Overspice 我放在這裡很漂亮 這個就是我結他學生阿凱在台灣買給我的 神奇初腳石 是真的有的 之前我說是沒有人相信的 往下再移一層 嘩 我的腿的聲音又來了 充電位 再下面一點就是這個緊急糧食格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沒什麼東西吃的 只有一些以後會用來拍現在沒得喝的飲品 之前我女朋友有拍PoT的空投零食箱 拍完之後也是放在這裡 裡面也沒什麼東西吃的了 最下面這一格就是放工具了 指甲鉗啊 那些抹屏幕啊 抹屏幕啊 還有結他的攪線器 嘩不行 可能假的 拍得那麼整齊 很明顯是因為拍片 所以才撿到那麼整齊了 那到底拍完片之後 這間房會變成怎樣呢? 相信大家用推理就可以猜到的了 那接著要提一提的就是這一棵結他牆 重點就是我女朋友在這裡畫一幅叫做 糟糕那些叫什麼 海浪圖叫什麼 糟糕了 浮世繪啊 那些叫浮世繪的畫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挺漂亮的 不是說我特意賺 但是重點就是 我如果這裡是沒有的 現在就是時候帶大家看一下我的工作區域了 那首先就是平時錄音用的麥克風 這個支架 燒車給我的 那細必送給我的那個 阿花生他接下來的新房就很需要 那所以就應該會在花生的房間出現 接下來就是一對螢幕 平時整歌、聽歌都用的了 平時直播會用到的燈 那後面就有一堆CAPO 無線的充電 現身的USB3的盒 那很有用的 因為平時太多線要插進來 譬如一做直播已經多了兩至三個 平時錄音會用到interface 八光滑鼠墊 哈哈哈 神水為了感覺良好 仍然是over spice的 杯墊 那我覺得很搭這張台 所以就長期放在這裡 這個杯不得了 四、五年前 妹妹送給我的一個Starbucks杯 那經過歲月的摧殘 它就已經變成殘破不堪了 那到底我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杯呢 這個就好看我妹妹有沒有看這條影片 那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之後的妹妹公養哥哥系列 好,接下來就到Keyboard 那本身就是這個 但最近就找到一個非常適合我用的Keyboard 現在馬上開箱了 我不夠高 Fuck 三高兩吋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華碩出的ROG Drax Flare 不會讀 自從上次CGA開幕 我看到這個Keyboard的時候 就已經深深吸引了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因為它是有速成碼的 就是那些中文碼都會印在這裡 都懂得發光 大家要知道呢 我已經被它們叫做追光者了 就是所有產品都會發光 而又可以轉顏色的 我就會去買了 因為以前那些RGBKeyboard 它是沒有中文碼在這裡的 我打字打到現在還要記歪一兩個位置的 那現在這個Keyboard又寫得發光 又有中文碼呢 那我就立即極度喜歡這個Keyboard 好冷靜 你看看 在底下的燈 平時是那些有型貨櫃車才會有這些燈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底下要有燈 但是很L型 接著就是我身後這張承托起這一切的 SANNOX電競桌 它是有升降功能的 最初我都在想 升降功能有什麼用呢 那都是上和下 你說如果可以向前向後走 就不同說法 但是最後發現原來真的很適合我用 這裡有一個箱是獨立 另外再插電的 它裡面就提供了兩個插座 以至到我可以再加拖板在桌上 哎呀 先說有什麼要注意呢 用這張桌子 第一件事 它可以升到125厘米高的 在這個時候 哎呀 噓噓噓噓噓 在這個時候 你們就要留意一下 到底你們在下面駁的線 會不會不夠長呢 之前就是試過不夠長 差一點就連根拔起了 到了第二件要注意的 就是你不必要看看你桌上有沒有蠔子 因為這張桌子有時候會吃蠔子 很危險 當你放了兩蠔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沒有了兩蠔 但其實你依然是擁有兩蠔的 那感覺是非常微妙的 在這個時候 是要用排運掌去打回 真的算了 好想沒有進去 好了 因為平時搞笑的錄歌的時候 因為唱歌 盡量都會想站在那邊唱 你就需要這樣 這樣錄 然後去看看有沒有行不行 到底要不要再錄過呢 然後你就要坐下來 拍停 然後再聽 聽完 然後起床 站在那裡錄 因為這張桌子有得升降 所以當它升到一個高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 這樣調教咪 那我就可以一邊站在錄 一邊站在操作 這裡 是超好用的用途來的 By the way 在之前的桌子升到最高的時候 不然差點一邊站在灑水系統 如果它真的爆水出來 那我玩完 要倒閉就要 第二個用途就是 把一張桌子升到一個較高的高度之後 然後我就可以把螢幕微微地屈下 在Netflix 然後 然後就一邊踏在梳化上 這個頭的視線 是剛好可以看著螢幕 不需要怎樣作出這個角度的調教 然後就可以進行你的寫意人生 然後就要介紹這間房的隱藏按鈕 到底這個隱藏按鈕 一按下去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其實就不是什麼很隱藏的事 只不過是當初裝修的時候 其實有個燈 是收在那邊的角落頭 那我把這個衣櫃在這裡之後 我就要 幸好它用布做的 我只要在這裡伸手過去 摸一個燈在那邊 然後 按下去 按了它 大家是不是以為什麼都沒有發生呢 那你們就錯了 一按完隱藏按鈕 一按完隱藏按鈕 嘩好難讀啊 一按完隱藏按鈕之後 射燈鬼就會亮起來 這個時候 哇 這個時候只要一閃燈 就是這間房的打機模式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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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介紹完整間房 那Wom Tour就到了這裡了 接下來搞屎棍大裝修一輪之後 有一個搞屎棍版本的Wom Tour 記得Subscribe我的團隊頻道 搞屎棍啦 那大國仔這條影片學到什麼呢 我發覺對我來說 不用搬去一個新的地方 原來只要有些新的傢俬 或者擺位重新收拾過之後 對於我來說就像一間新的房間一樣 算不算容易滿足呢 而一間新的房間的感覺上是非常的優越 是不是優越呢 那接下來會幫大國仔這個頻道 製作一個開場的音樂 就是片頭的音樂和動畫 那怎樣製作呢 我打算到時再拍給大家看 好 記得Subscribe搞屎棍和EG大國仔 IG和Facebook都麻煩請follow一下 按一下那個鐘 逢是三日出片 下次再見 Bye Bye